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 和沙罗可以选择三个人物 真天幸村 导左近和杂贺村市 第一关上野之战 这三个人物区别主要是移动速度 还有攻击力 另外攻击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最好用的我觉得是导左近 但是因为幸村的话 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所以说就选择了它 本作出品的时间比较晚了 2000年 另外还有一个二代 本期播放理想的话 二代也会给大家录制的 本作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蓄力攻击系统 这个蓄力攻击呢 可以抵挡敌方绝大多数的子弹 除了激光武器 并且使用的时候几乎是无敌的 而且人物续这招呢 非常的快 我们的左上方是咱们的气槽 这个气槽如果满了 使用蓄力攻击 威力超级大 一会儿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 现在已经满了 但是这个小boss呢 它有二形态 咱们二形态再续 好了 发动了 就是打的黑田长阵 算是一个小boss吧 本作每关有30个 有名字的武将 如果你全都打了的话呢 有一个全斩的奖励 主要就是奖励分数 这个东西我一般是不追求的 因为常看我视频的小boss也都知道 我如果花五分力气 能把这个游戏玩到八成 我绝不花十二分力气 玩到九成的 玩游戏嘛 就是舒服就好了 第二发也要蓄满了 这里有一个大弹 我第一关的boss是 警医执政和神员抗政 德传四天王的两位 本作的剧情呢 主要是围绕官员之战展开的 咱们最后一关 就是官员 但是剧情上 还是有一点架空要素的 比如说开场 如果你看剧情介绍的话 它表示公元1600年 大阪就已经落成了 也就是说游戏当中 这个时候 风尘家已经灭完了 主人公的三人呢 主要就是为了反抗 德川家康的暴力统治 看一下打了多少人 那打了28个 29 跑了一个是吗 第二关 跑了一个 咱们大概少了 六七千的分数吧 损失不大 但是高手的话 他肯定是 每关都挑战 全战的 因为本作的蓄力攻击 毕竟发生的比较快 而且呢 性能很强 导致游戏的难度不高 大家注意看的话 也会发现 那本作的敌方的子弹 和采竞系列相比 要比采竞系列的 飞行射击游戏慢很多 所以说难度上不算高 当年能通关这款游戏的小伙伴 还是很多的 每关大概可以释放两到三次 高手玩的话 他一般都是有目的的 有节奏的 在什么位置放这个 大招 但是咱们玩的话 就比较随意了 去满了就扔 当然了 后面打一些难的boss 还是需要讲究一下 有的时候呢 能打出超级大的 加七嫂的道具 咱们的炸弹还没有放过 差一点就加满了 前方不远 好像就是boss炸了吧 boss是腾腾高虎 去他一发 因为他还有二形态 这一发下去 大概能把他的一形态打完 写他两个爪子 这个蓄力真的快 大概两三秒就可以蓄好一个 其实幸存的蓄力攻击 没有导左近的实用 导左近的蓄力攻击 范围非常远 第二关打完 第二关应该也没有打齐 27个 第三关 幸贵山之战 幸贵山城 我记得 松永九秀在这儿 是吧 就是经常造反那位 上来就打一小boss 上来我就放了个大 咱们吃到了五个炸弹了 五个好像就是满了 但是因为这个蓄力攻击 太好用了 所以说炸弹暂时没有发挥的空间 这个游戏如果两个人玩 交替着蓄力 简直了 几乎没有破绽 这关我努力一下吧 看看能不能打一个全转 好 又齐了 放一个 这会好短 这款游戏是可以和敌方发生碰撞的 没有什么损失 毕竟咱们是一个武将啊 可小兵发生了碰撞 怎么会受伤呢 哇 boss竟然是独眼龙正宗啊 但我还没办法 来吧 少废话了 正宗这个boss还是比较好打 你看他的子弹的速度很慢 另外呢 空隙也很大 一形态打完 好帽子上的月牙可以扔出来了是吗 等我把这发蓄上的 可以了 来一发吧 还有三形态 给他个炸弹吧 这个炸弹持续时间是比较短 好打完 这关应该是全斬了 30个 第四关了 第四关开始上难度了 看这个敌人 他主要呢 限定你的移动范围 前方有个大飞船啊 后面上来三个武将 七个 空中的悬浮的雷 如果你打爆了的话呢 他就会向你倾泻大量的子弹 所以说最好呢 就使用蓄力攻击来打 成了 吃草满了 我的天啊 这是战国时代 禁止开高达好不好 上来砍我 Boss砍人的时候 咱们使用序列 是抵挡不了的 所以说他能砍人的形态呢 马上把他清掉了 只是一个小Boss 竟然有两种形态 我看地面好像开过去一个更大的高达呀 本多终胜 日本战国高达本多终胜 这是 日本战国的武力天花板了 没看见他的轻轻切 一形态比较好打 你看是有死角的 打动一个大吧 二形态 应该还有三形态 但是我这个七槽啊 应该是攒不上了 蓄力打法的话 还是早走近比较强啊 咱们这个 往前打的距离太近了 所以说想要一直蓄力的话呢 就需要和Boss保持一个比较近的身位 打完 使用杂克孙氏的话 孙氏的蓄力主要是 护身效果比较好 这关也打全了 打全了才得一万五 没打全的话大概七八千八千多 我已经把日本战国武力最高的拿下了 那后面的Boss还能打谁呢 还有谁比战国高达狠呢 我为什么总说战国高达呢 因为战国武功雄有一作 本头终胜的人设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就满了 蓄一个 别人越多 我看着越爽啊 就是你蓄力蓄好了的时候 这时候根本就是无所畏惧 比划 游戏已经进入后边了 但是Boss的子弹仍然是不快啊 这个奇能拆 很箭的 应该是柳生宗具 柳生士兵为他爹啊 有个奖命 他捡了个炸弹 我的蓄力要满了 我的天 你也开高达呀 他说我的剑太暗眼了 他的一形态呢 比较好打 后面的不好打 所以说 我就使用蓄力攻击 注意一下控制自己的气槽 二形态的时候再蓄它 蓄一个大 就这个形态不好打 因为这些小机器 蓄满了轻 这子弹这么大 但是空隙也真的是大呀 把我牢牢的限定死了 刚才那个位置 好 终于砍完了 我为什么说砍完了呀 本官也打全了 官员 那应该是终章了 官员之战 玩过新长野望的 玩过泰格系列 都应该知道 这场战斗呢 细菌输掉 你看地面上还有十天三成的旗帜 倒了一片 这里有难度 敌人好多呀 去满了 找个机会放了 虽然是最后一关 看起来难度也不高 那我现在的难度 应该是一个默认难度 并不是最高难度 但是当年 如果你在机厅玩的话 一般老板都会选成最高难度 吃地快呀 暴死站 德川家康 跟大家剧透一下 这位应该不是德川家康 应该是他的引悟者 占一个安全位 现在一形态还比较好打 没有帮手 一会儿呢 他的聊机就上来了 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后调整过来的 那他前面的子弹 你一定要利用序列来清掉 好了 聊机来了 放个大把 来 撞我 让我下去 我喜欢在下面 喜欢被动 聊机清完了 就是砍 这已经不是飞行设计游戏了 这是砍飞机游戏 有没有 果然是引悟者 后面才是最终boss 你的资源呢 手里有三个炸弹 另外呢 气槽快要满了 这里开场 也注意要占一下安全位 先蹭他几刀 这安全位 续一发 再续一发 这里先站左边 后面呢 再站右边 因为右边的聊机 一会儿要冲下来 背板 加砍飞机 这个玩法 真的很特别 这么大面积 大范围转移 这两个聊机 快炸了 聊机已经二形态了 放个大 把全都击落 右边是天海 天海大和尚 我记得鬼舞者系列里 设定天海 其实是明珠光秀 这是他几形态了 三形态了 这个形态 先站中间 一个安全位 放个炸弹吧 这个点我没站上 正常应该去跑安全位的 没有站上 好的 最终形态 我还有一个大在手 看他呀 最终形态呢 他是两种攻击方式 现在是第一种 就是不停的发子弹 第二种呢 需要发射散弹 那个比较难阻 所以我留了一个炸弹 但是看来没有用了 好 本关也打全了 全战 那后续的剧情呢 就是官员之战里 家康阵亡了 然后 咱们的主人公 真田幸存 隐居 不过 家康的儿子 还是开幕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 阶级平台的 飞行射击游戏 破沙罗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